马丹娜货机压境 纳姐不再是有不可及的美梦 你看她的半斤桌糟底台了耶 芝麻开门 诶 纳姐还没来啦 这半斤装的都是她的演唱会器材 霸气的纳姐包下货机运送器材 总共耗费近30辆行李板 车花了两个半小时才将行李运完 接下来还有三架货机陆续抵台 纳姐4号与6号首度在台开场 这也是继20年前Michael之后 造访宝岛最大咖的夕阳歌手 最贵票价3万块也创下记录 受巴黎恐攻影响她对维安极度重视 自备私人保镖 专机离台时间也保密到家 她预定将健身房按摩房 塑装饰全 因为来连地台也要逮过来 室内要求恒温20度 最怕不熟悉的环境会让她失常 而帮着新叛逆巡演的她 适逢而叛逆危机 儿子洛可闹别扭 非英国找老爸 也就是纳姐第二任前覆盖瑞琪 纳姐就在英国抢儿子伤透脑筋 日前在墨西哥还忍不住撒泪 外表坚强的纳姐 私下也只是个爱儿子的妈妈 苹果人新闻洛可快回家吧 报道